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辈子能度你的只有这两个人 遇到了一定要抓住 一起来听 佛说没有无缘无故的预见 每个人在你生命中的出现 都是有原因的 爱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力量 伤你的人给了你历练和坚强 其实无论是哪种缘分 他们的使命都是为了度你而来 一对你好的人是来度你的 作家安东尼曾说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总有一些缘分 走过岁月冷暖 不离不期陪伴 在低谷时为你伸出援手 给予鼓励和安慰 在灰暗中陪你熬过孤单 互相取暖和支撑 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 用一生去珍惜 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在山中休闲的禅师 一天夜里 他趁着脚尖的月光 散完不后回到自己住的茅屋时 正碰上小偷光顾 他怕惊动小偷 一直站在门口等候他 小偷找不到之前的东西 准备返回时 出门撞见了禅师 正当小偷感到惊讶是禅师说 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 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啊 夜里凉 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 禅师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 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 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 感慨的说 可怜的人 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 第二天 温暖的阳光洒在茅屋上 禅师推开门 看到昨晚 披在小偷身上的那件外衣 被整齐的蝶放在门口 禅师非常高兴 难难的说道 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温暖是会流动的 对人善良是一种轮回 爱出者爱反 负往者负还 作家学小晨说 越往前走越发现 要与温暖的人在一起 他给你能量 给你时间 让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隆重 那些对我们好的人 给了我们面对生活沉浮的勇气 更让我们懂得了慈悲与善良 人都是相互的 幸福都是真心换取的 一个人只有被温柔的对待过 才知道怎么温柔的对待别人 灵溪说 我们都是风雪夜中的赶路人 因为相遇摩擦 融化了彼此尖头的雪花 当善良 遇见善良 你也会相信 往后余生 一定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感恩生命中对我们好的人 使他们用真诚和善良 度我们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 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阳光 二 伤你的人是来度你的 人这一生都在有意或无意的修炼 成长的路上 没有谁能一帆风顺 有人帮扶你 必然就有人伤害你 以求平衡 其实伤害你的人出现 也是来度你的 俗话说 莲花开在污泥中 人才出在贫寒家 每一滴泪水都会伴随醒悟 每一次伤痛 都是成长支柱 人生路的风雨 不是为了让你退缩 而是为了让你学会自己撑伞 现任后的欺骗 不是为了让你心寒 而是为了让你看清这个世界 我们都知道民国才子徐志摩 他一生留下了不少 快知人口的诗篇 其中以情诗最多 有写给林徽因的 有写给陆小曼的 但却没有一首是写给 原配妻子张又怡的 这个多情浪漫的男人 在和张又怡的婚姻里 却异常冰冷 张又怡出生名门 家境殷实 从小也上女子学院 接受教育 但因为接受包办婚姻 年仅15岁便嫁给了徐志摩 便被当时崇尚新思想的徐志摩看不起 徐志摩第一眼看到张又怡的照片 就大呼 乡下土包子 还把两个人的婚姻 比作小脚和西服 当张又怡怀上二胎时 徐志摩正在疯狂追求林婚姻 得知自己又将成为父亲 他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赶紧打掉 面对徐志摩的无情 张又怡唯唯怒怒的说 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却持之以逼 还有因为坐火车死的呢 难道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 后来两个人离婚 成为民国新式离婚的第一人 在被徐志摩抛弃后 张又怡在一国他乡 一个人默默的把小儿子生下来 之后跟着二哥到了德国攻读 幼儿教育 学了一口流利的德语 几年后张又怡回国 和人合伙开启了云上服装公司 这个被徐志摩笑作乡下土豹子的女人 最后经营出了一家服装公司 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时尚潮流 由于出色的经营能力 张又怡不仅云上服装公司 做的风生水起 之后他还担任了上海女子 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 是徐志摩的无情 让张又怡读懂了婚姻的不可靠 他用自己的努力 荡气回肠地演绎了民国版的 《我的前半生》 从被抛弃到风生水起 是优秀和强大 带给了张又怡幸运 最彻底的伤害 换来的是最有力的成长 作家罗曼·罗兰曾说 人生有如一股奔流 没有暗礁 寄不起美丽的浪花 那些打不倒你的人 只会让你更强大 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他们是来丰富你的精力 圆满你的人生的 很喜欢查尔斯·比亚德 说过的一句话 天空按到一定程度 星辰就会一以生辉 人总是痛过了 变坚强了 熬过了变成熟了 傻过了 便懂得了事实的珍惜与放弃 感谢那些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 感谢那些蔑视你的人 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 感谢那些重伤你的人 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 用精力雕塑自己的过程 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 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 终究能让我们收获 一个更好的自己 三 人这一生 则用人度你 这世上没有人 会无缘无故对你好 也没有人会 无缘无故把你伤 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 曾国藩说 君子但尽人世不计天命 而天命即在人世之中 你以什么心态处世 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 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历练 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 懂得回报和感恩 有朝一日 你的舍会变成回馈你的德 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怨恨和辩解 不动声色的强大 就是最好的报复 愿你收到的善良 能温暖指尖光明 愿你吞没的苦水 终有一日化为福气 福气 经验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的朋友